大家好 今天是西安市封城的第14天 那么随着新冠确诊人数的不断增加 我们小区的防疫政策的执行力度呢 也是不断的加强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身后就是我们这个小区的 那么在白天的时候呢 会有我们小区的业主自己成立的志愿者呢 会在每个像这样的门的门口来巡视 那么来劝阻大家不要离开这里来返回自己的家中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的活动区域呢 就仅限于我们家 那么现在我就带大家来去我们的家看看 其实疫情期间除了自身的防护以外呢 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各自的物资储备情况 那么我现在就带大家来看看 我们家的物资储备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那么我们的冰箱里面呢 除了还有玉米 白菜 西红柿以外呢 还有茄子 萝卜 西葫芦 还有少量的鸡蛋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自己还做了一些饼 那么以前呢是不会做这些呢 也是这一次疫情当中开始学的 那么这里呢是我的米桶 米桶的米其实已经不是很多了 因为我平时消耗米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关于物资的获取呢 我们一般是通过社区的业主群来获得这样的消息 那一般得到消息之后呢 大家会以单元为单位 分批次的到小区入口的地方来进行排队领取 那么小区的保安呢 在这个时候会协助大家维护好秩序 那确保大家能够相隔两米之间来排队 领取自己的物资 那么一般街道办事处呢 会联系保供企业 也就是说我们知道的蔬菜店 粮油店超市这样的单位 他们会以户为单位来打包好 我们所需要的物资来送到小区 那每户家庭呢 是限量可以领取到一份 这样的一份蔬菜里边呢 基本上会包括茄子 白菜 葱 蒜 莲菜 花菜 萝卜 这些基本的一些物资 那这些菜呢 基本上是够普通的家庭 一周的一个使用 一箱菜呢 是80块钱 那么和平时相比的话 这个价格会略高一点 但是大家还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政府免费发放的那些蔬菜呢 内容上和我们购买的这些蔬菜 其实差不多 那么我是在封城一周的时候呢 领取到了政府的免费蔬菜 那目前呢 是领取过一次 那么我还有一位朋友呢 他是住在西安城北的一个区域 那我也是特地邀请到他 来向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小区的一个物资的保障情况 我们现在采购生活的这些物资大多数是通过河马 或者是小区内部的一些团购群 小区附近的超市也可以为我们提供配送的服务 在物资方面暂时还没有很大的困难 还能够支撑日常生活的需要 这是我现在厨房的一些情况 有一些备用的方便面 然后有牛奶和酸奶 还有就是冰箱里放了一些水果蔬菜等等这些东西 基本上可以满足我在隔离期间的生活需要 截止目前我们小区呢 还没有收到政府发放的物资 据我向物业那边了解 现在政府是优先向封控区域的居民发放物资 例如雁塔和莲湖两个区域 我们经开区域呢属于管控区 所以暂时还没有收到政府发放的生活物资 我的同学和同事有的人已经收到了 政府发放的免费物资 主要是以蔬菜为主 有少部分的会发放肉啊 鸡腿啊等等这些食品 西安的疫情情况正在慢慢好转 那么我们也是每天在家中密切的关注 西安新冠疫情的一个走势 希望呢西安清零的那一天早日到来